你知道石油到底有多重要吗 这么形容 作为黑色的黄金 工业的血液 中东土豪的底牌 大宗商品界的王者 石油作为20世纪以来 人类最重要的能源 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左右着政权的生死 石油支撑了美国苏联的崛起 卡住了纳粹德国日本军团的咽喉 让文莱 挪威这样的小国无比富裕 也让伊拉克利比亚招来了 轻富的厄运 对现代国家来说 有没有牢固的石油供应 是攸关国运的大事 而曾几何时呢 我国也曾经是一个石油的出口国 甚至从1973年起 我国还通过向日本出口原油 来换取外汇 但是在随后中国的发展里 我们逐渐从出口国 变成了进口国 根据数据统计 到2022年 我们的石油消耗量 达到了惊人的7.1亿吨 占全球产量的15% 而更可怕的是 2022年的7.1亿吨里 进口就占了七成以上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我是大黄 石油有多重要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 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而对我们来说 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局 那就是中国非常缺油 可能这么说 你没有什么概念 那这一期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中国缺油的现状 到底有多缺 到底为什么缺 到底怎么解决缺的问题 能源发展作为中国的重要一环 也许看完这期视频 会对你对中国的战略 有更深刻的了解 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 石油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事实上 石油工业发端时 中国也曾经被关注过 1939年 在技术和人力都不够的情况之下 中国工人靠着鱼工一山的精神 在戈壁腹地 麒连山下 探出了一块油田 那就是玉门油田 这是中国境内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个油田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可惜的是呢 玉门油田没有风光几年 就进入了抗战时期 被迫停工停产了 那直到1949年 中国解放之后 玉门油田的生产 才开始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当时的军代表呢 就动员广大的职工 要重新扎根玉门油田 顶住困难 积极恢复石油的生产 加速石油的寒冬的消弭 那到1952年8月的时候 在毛泽东主席的安排之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九军 第五十七师 转业为了石油工程第一师 以此重新组建了一支 石油产业的冲锋军 在那个极度缺乏设备 材料高级技术人员的时代之下 这支组织纪律严明 具有高度现身精神的 石油产业大军 在与时代的缠斗当中 用汗水与血液 冲刷出了一条生产的大道 可以说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 就恢复了 辅舍 华电 锦州等 几个主要人造油厂的生产 那到1952年底 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 43.5万吨 是1949年的3.6倍 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 同时生产气 煤 柴 润 四大类油品 25.9万吨 比1949年提高了6倍 这些数据放到如今 或许会让人感到惭愧 但是在那个年代 却代表了新中国石油发展的所有 1957年12月 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 在郁门落地 至此呢 包括地质 钻井 开发 炼油 机械 科研 教育等 在内的各种功能都被完善了 郁门优田 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大学校 大实验厂 大研究厂 担负起了出产品 出人才 出经验 出技术的历史中任 可以说就是中国一代石油人 偶心力血造就了这块 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第一块封闭 那1959年 郁门优田当时生产原油 约是140.5万吨 占了全国拥有产量的50.9% 俨然呢 是一派行业大哥的形象 而郁门优田开发生产过程当中的 各种经验 为后续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与经验 可以说春风虽然没有在 诗人笔下渡过郁门观 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春风 却从郁门磅礴地吹了起来 即便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 中国也不止郁门优田 这么一颗明珠 在郁门优田如火如荼地 抓紧生产的时候 我国呢 也在积极地探求其他的领域 是否能够开采石油的可能 那自1955年起 由李思光牵头的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 先后呢 在华北平原与松寮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的地质调查 这也是日后大庆游田得以被发掘的开端 大庆游田呢 相较郁门游田 更像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转型舞台 1960年3月 历史上著名的石油会战在大庆展开了 那这呢 就预示着关于中国石油发展的另一个长征即将到来 不同于以往对石油开采的摸索 仅在技术层面千难万些 大庆游田会战 存在着天然的社会性困难 可以说 要在困难时期 困难地区 困难条件下展开工作 资源的捉襟建筑 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毕竟4万多人 几十万吨的开采设备 全部都到达了大草原 你可以想象 接而如何合理的调配资源知识 肯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并不会被这样的困难 框定规则 当时的大会战呢 所有的职工都迎难而上 比如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铁人王进写 就是代表之一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奋斗 才将石油会战推向了高潮 那1963年 大庆游田就得到了成功的开发 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648万吨 同年12月 在第二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中安总理呢就无比自豪的宣布 中国进入了可以自己石油的时代 被洋油卡脖子的去弱 我们可以不再遭受了 由于原油产量的提升呢 国家的炼油工业也同步开始发展 在此期间呢 我们扩建了上海炼油厂 石油演练的发展 也被打上了重点标记 大力发展新工业与新石油产品 1965年 我国自主生产气煤柴润 四大类油品约617万吨 石油产品品种呢 达到了494种 自己率呢高达97.6% 提前实现了我国油品自己 可以说属于中国的石油工业骄傲时代 傲然来到 大庆游田会战的决定性胜利 坚定了国家继续发展石油工业的脚步 而更多的喜讯也接踵而来 1964年华北石油汇战如火如荼的展开 几乎是对比大型油田汇战的一个标准 中国石油工业另一个征程 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让我们根据当时的时间线来看一看 在此之后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有多蓬勃 1964年1月 天津大港油田被开发 1965年 胜利油田勘探开采 当时原油产量约83.8万吨 到1978年 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了315万 同年胜利油田产量接近了2000万吨 年产量比1966年的130万吨 足足多了15倍 如此快速的发展 使其成为了我国仅次于大兴的第二代油田 同样在70年代 我国在石油开发上继续发力 新龙台油田 曙光油田 欢喜令油田 相继勘探开采 而从这些油田的开采经验总结当中呢 我们也形成了我国独特的 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 复杂油气脏的工业技术和方法 1970年4月 大庆区域秉持着不躺在功劳部上吃老本的精神 也开始了油田开发的调整工作 总结过往开采经验 去遭取经 在此努力下 1973年 全国油田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 而到了1976年呢 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了5000万吨 为全国原油年产量上亿吨打下了基础 从1966年到1978年 短短12年的时间 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着 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 而原油加工能力也增长了5倍多 可以说那时候的中国 在开采石油和炼油的能力上 几乎要追上了国际的水平 我们不仅满足了当时国家工业发展的需求 也将本国能源局势紧张的局面翻转过来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 从1973年起 五国甚至还开始对日本等国开始出口原油 开启了原油置换外汇的时代 那看到这里 清楚后面石油发展的很多朋友也许会问了 为什么这么骄傲的时代 并没有延续 而如今中国也需要靠进口石油 来维持我们的工业发展了呢 答案就是中国发展的太快了 我们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差距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数据 2022年中国石油的储量约38亿吨 只占了全球储量的1.58% 在世界上排名13位 但基于如此少的储量 中国呢 仍然是世界第六大石油的生产国 而且在我们的需求面前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欧派克2022年12月的报告就显示了 中国每天消费原油1479万桶 世界排名第二位 相当于我们以全球第13的储量 实现了第六个产量 但要满足全球第二的需求 更何况我们的人均石油用量远远低于美国 那想要把人均追上去 也许三个沙特都不够 这么一通数据盘下来 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缺油了吧 而如果我们要追根究底 为什么我们如此缺油的话 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真的不行 那接下去就让我们打开地图 来好好看一看 我们的资源到底如何 从理论上来说呢 只要有大规模的古代沉积盆地 就有可能产生油气深厅区域 里面就是油田和气田 那墨西哥湾马拉开波湖 沙特加瓦尔油田 以及美国阿拉斯加北坡油田 都是典型的例子 大的沉积盆地 通常都是在海洋当中形成的 但是我国有个问题 就是我国的沉积盆地 主要是由陆地上的湖泊形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海和湖的大小差异 二者的资源量就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数量级 而且呢 在地质演化当中 中国大部分的沉积盆地 都被严重的破坏了 地质结构呢 支离破碎 那地质学家就曾经把沉积盆地的 地层比喻过一个盘子 大部分的产油国的盘子 都是完整的 但是我国的沉积盆地 则是一个摔碎的盘子 摔碎之后呢 还被踩了几脚 所以我们的算金打下去 可能只能打到目的层的一小块 所以产出的油气量必然是很小的 而且生产周期呢 也较短 我们另外一个劣势 就是埋藏深度 比如新疆的油井钻井深度呢 一般是七八千米这么深 还不一定能够打得到油 而中东 中亚 澳大利亚那些原油禀赋叫好的国家呢 油井的深度 一般也就一两千米 而且原油的产量 质量都很高 沙特的国制命脉 加瓦二流天 产层的深度只有2200米 碳明储量则高达了107.4亿吨 是我们全国近三倍 成本呢 更是低到不足10美元 吊打全球 而我们能在沙漠当中 打万米的深井 当然呢 是技术实力的体现 但也是资源禀赋下的无奈之举 那就在这样的原油开采的成本 和性价比之下 对我们来说 进口就要比我们自己生产就要划算的多了 因为中国虽然也有深度浅产量大的油田 但是基本上都已经是开采了半个世纪的老油田 已经是被榨干了的边缘 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大型油田 综合的含水量已经达到95% 文产是非常困难的 产量已经在逐年递减 只能尽量的刮桶底 而近几年呢 勘探到的大型油田 普遍都难度大成本还很高 比如马虎油田 地处海拔3000米的高海拔区 属于致命型利盐油田 石油呢 都藏在肉眼难以看到的岩石孔隙当中 完全开发这种油田 属于是世界级难题 因此 中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其他石油 基本就只能靠进口来补充了 那仅19年当年呢 原油对外溢存度 我们就已经高达了72.7% 不过中国的石油进口之路 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这里呢 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自1993年起 中国呢 成为了石油的进口国 绝大部分石油都来自中东 但是事实上 除了少数像沙特这样的国家 全世界都面临着浅层油气层 开采带进的问题 老油田呢 普遍后继乏力 虽然石油即将挖光的 预言并没有成真 但是钻井确实是越打越深 从中浅层延伸到了深层和超深层 页岩油 油沙 沙海油田的技术 短期上产量也很难上去 还是需要进口 而国际上的原油 对外的依存警戒线是50% 其实呢 我国超过这条警戒线 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进口量 占了全球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是超级买家 既然是超级买家 如何扩展和维护好自己的卖家 避免被单一来源掠夺 就成为了我们的心头大患 不过好在 世界上的原油生产重心 也都在亚洲 离我们比较近 那这样的合作关系 我们就可以在地球的夜览灯光当中 一览无余 从东亚到东南亚 南亚这些国家的灯光 几乎都是来自于巨量的城市和工业的 而中东 中亚 西伯利亚 这亚洲西部地区的灯带呢 很多都来自油田和汽田 通过邮轮和管道 亚洲东西两大经济体系之间 实现着大洲级的互利合作 2012年呢 我国进口的原油花的钱 折合人民币是2.43万亿人民币 其中沙特排第一 俄罗斯排第二 他们卖了我们8000多万吨 那紧随其后的 是伊拉克 阿联酋 阿曼 马来西亚 科威特和安格拉 而这些进口的组合 其实还是在不断变化的 毕竟很多产油大国的供应 并不稳定 因为地缘政治 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比如2019年以来 受限于国际制裁和政治动荡 我们从伊朗 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 就大幅的减少了 好在呢 可供替补的来源还有很多 但是 即便是相对稳定的进口组织 国际油价的涨跌 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也很大 比如2014年到2016年 国际油价大跌 中国的原油进口成本就明显下降了 而在2019年 沙特的石油设施 突然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 就导致了全球油价的暴涨 东亚国家这种进口资源 出口限制品的模式 对于资源的价格波动 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在局势动荡 冲突频发的年代 那抛开委内瑞拉 尼日利亚这些比较远的产区 那比较近的呢 就是亚洲西部的石油产区 当然他们也日常面临着地缘政治动荡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想见 维护这些地区的和平 对于我们巩固两大经济体系的大洲级协作关系 意义有多么重大 在我们面前还摆着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即便搞定了进口来源的问题 那么怎么运也是一个问题 就这么说吧 管道运输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建设起来也相当的不容易 比如说通向俄罗斯和中亚的管道相对来说比较稳 但是我们要直接修到中东 目前还是很难的 而且管道的运力也很有限 对我们来说到底要怎么才能运呢 这里就有个关键 我们要把石油运回中国 还是必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是亚非澳欧沿岸国家 往来的重要海上通道 许多个发达国家 从外国进口的石油和战略物资 都要经过这里 那由于海运繁忙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 马六甲海峡就被称为海上的十字路口 因此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行为 也是十分猖獗的 许多国家的海运都不得不面临着海盗侵犯的危险 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而且马六甲海峡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里长期存在着美国印度和日本的驻军 一旦发生战乱 那么中国将会可能出现无有可用的困境 那你结合我刚刚讲的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 和不稳定的进口局势 是不是就能够感觉到我们石油的困难所在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现状 我们又该如何破解呢 其实具体的措施无非是两条 一个就是开源 一个就是节流 首先来说说我们自身产油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自己的产油能力 还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 我们可以通过先进的勘探和开采技术 让我们的油田能够尽量的长命百岁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而页岩油 油沙 深海油田 还是存在潜力的 虽然现在比率不高 但是我们未来有机会将它变得越来越高 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要开源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去减少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 把我们的进口来源要再增加一些 尤其是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比如安哥拉 钢果部 哈萨克斯坦等等 那这里其实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通过了投资合作的方式 参与到了这些国家石油勘探和生产的过程当中 因地之一的疏通了四条主要的路上石油管道运输线 其中就包括了中哈石油管道 中俄石油管道 中缅石油管道 中巴石油管道 这些管道就为中国的工业发展输送了血液 那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于1997年 就签订了石油管道的协议 从哈萨克斯坦离海海岸到新疆阿拉山口 建立起了石油的输送路线 每年满产的前提之下 有5000万吨的石油可以输送到中国 而中国与俄罗斯也于2005年 便已经签订了协议 建立起了管道输送到大庆 只是此前由于日本对此协议的不满 一直在干扰我们 导致中国管道到2011年才开始正式启动运行 那这条管道的开通 也让俄罗斯将出口方向 欣然转变从西向东进行了调整 这也是近年来 为什么我国与俄罗斯贸易增长的原因 而中缅石油管道呢 则是从2009年投资实施 那这条管道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可以将中东和非洲区域的石油 绕开马六甲海峡 直接送到重庆与南宁 不仅减少了海上的运输的成本 而且更杜绝了被美国等卡模子的问题 另外第四条也是最重要的是 中巴石油管道 它呢处于中巴经济走廊 北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南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原油诉讼走这条路线 将大大的减少中东石油到新疆的路程 如此呢 更多国家的地区的原油能够通过路运到达中国 大大提高石油使用的风险抗性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实际上路运是非常不划算的一种方式 但是居约必定思维啊 和平时机 我们必然是以性价比为上的 但是如果爆发国际危机 原油运输也必须要考虑安全与速度 所以我们将后手安排上也是无可厚非的 同样中国与伊朗的能源交流也使得伊朗的石油呢 不再完全依赖美国 不再惧怕美国的制裁 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对进口石油的掌握 与美国进一步的拉开了距离 而且随着一代一路政策的深入 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伊朗巴基斯坦 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的稳定三角 那这就为我们的石油开源做出了保障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节流的方面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要降低总体的能源消耗是极度困难的 而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呢 其实才是我们突破的关键所在 这里才是有着极大潜力的 那在最近五年内呢 我们将以风能 太阳能 水能 核能为代表的 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比例提高了5% 虽然石油在我们的发电结构当中占比比较小 煤炭依然是发电的主力 毕竟我们是缺油的国家 发电用的油不多 但是交通和工业领域的拥有量啊 却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再看当前的电动汽车趋势 其实也就是用其他能源来间接替代使用 其背后缺油的大背景是显然意见的 那如果控制不住消耗呢 我们开头所说的产量和消耗量的悬殊差距 还是会越拉越大 当我们把这些措施结合起来的时候 或许就能够帮助中国平稳过渡到 下一个相对自主的能源结构 毕竟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 石油的地位并不是永恒的 而且中东土豪也不想坐吃山空 也在加大力度为后石油时代做准备 总之要想彻底解决我们的石油问题 其实我们也只能等到 石油不在那么重要的年代了 当然这不会太近 但是也可能不算很遥远吧 可能就在你我的有生之年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对石油的能源的勘探与开采 还是现在对石油能源的进口储藏 中国都曾经付出过很大的沉重的代价 这一步步走来的脚印 带着血带着泪 当下国际形势日益严峻 但是我相信中国所积累的经验 必定能够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 做好全方位的安排 去应对各种未知的风险 而此时我们也深刻理解着 石油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血液 只有保证血液新鲜健康 能够通过国家的各个血管顺利输送 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我是大航 如果你跟我一样 关心中国 支持中国发展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直言片语 订阅我了解更多中国故事